爸爸回家做晚飯 料理也可以很簡單 嗨 大家好 我是邱彥霞 好 那我是凱斯 瓦龍舟 很熱 很熱 跑完之後肚子又餓 吃完粽子又遭熱 吃太多的話會很油膩啊 所以我們今天帶來的 夏日涼拌小菜 解膩 今天帶來的是 黃瓜兄弟 唉唷 那我帶來比較特別的 蜂蜜苦瓜 示範給大家看 夏日涼拌 涼拌黃瓜兄弟 黃瓜有大小黃瓜 然後把它切成條狀 我們就用這個機器 這個切起來真的很漂亮 幫它下一點鹽 下鹽巴它會出水 把它抓一抓 抓一抓 那今天我們也不把水分倒掉 讓它水分變得有點像湯汁一樣 再來再放一點糖 四小搓 然後準備白醋 30cc 紅瓜 夾郎裡面一定要放這個 喔 對 蒜頭 蒜末 都拌好之後淋上香油 等一下放到冰箱裡面 10分鐘就可以吃啦 換我來 苦片大家 很多人不敢吃苦瓜 對 因為苦瓜很苦 對 可是我們今天這個做法 讓你苦瓜很 很甜甜的 因為它還是很苦 好 OK 那你幫我切苦瓜 苦瓜真的很苦 你要不要切苦瓜 好 不要生氣喔 OK 那我們把苦瓜 弄成薄片之後呢 加一點鹽巴 好 要攪拌一下 好 要攪拌一下 下完這個鹽巴之後呢 我們要一樣白醋 蜂蜜 可以下多一點 自己吃的比較軟 對 哇 好清爽喔 只要放到冰箱裡面10分鐘 好 拿出來就可以吃啦 蜂蜜苦瓜 吃飯 很苦欸 不會啦 旁邊還有雙目可以再沾 好 不會的 咬一咬以後那個蜂蜜會一直發生出來 很刷嘴 涼拌夏日 涼拌黃瓜兄弟 喔 果然你是我的 夏日涼拌 涼拌 我覺得很棒 那我們下次會再帶來更不一樣的 沒錯是非常 非常不一樣的 OK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